诗篇第145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119篇65-72节 无价之宝 耶和华 你向来是照你的话 善待仆人 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我未受苦已先 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 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他们心蒙之由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经营 在第72节 诗人写道 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经营 诗人爱慕神的话语 胜过千万的经营 这样的态度 也应当存在于 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心里 感谢主 他的话是无价之宝 今天 让我们借由这段经文 一起来思想 他话语的宝贵 诗人将神的话 当作无价之宝 是因为他深刻体会到 比起千万的经营 神的话对他更有益处 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 因为诗人发现 神的道是善道 是良善的 如同他在第65节 向神献上感谢 耶和华 你向来是造你的话 善待仆人 而在第68节 他再次赞美神 说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感谢主 只有这一位良善的神 是我们所喜爱的 是最可靠的 也只有他 能使我们成为良善 另一方面 诗人发现 神的道是真道 在第69节 他感叹 这个世界充满许多的谎言 而唯独神的道是真道 所以他在第66节 求神赐给他 关乎人生正确的判断与知识 不要让他再次走迷了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你内心的祈求吗 但愿我们天天活在主的道中 好能得着真正的精明和知识 然而 神如何使人珍惜他的话呢 在第70节 诗人写道 他们心蒙自由 我却喜爱你的绿巴 诗人提到许多的人 心蒙自由 意思是说 他们不明白神话语的宝贵 以致没有走在真道和善道上 但是诗人却喜爱神的话语 那么 神如何使诗人喜爱他的话语 胜于千万的经营呢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看见 就是借由受苦 在第67节 诗人提到自己因为走迷了路而受苦 以致如今他更加真爱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每当我们因着偏行己路而受苦 都能借此更深看见神话语的良善和真实 好能和诗人一样向主献上感恩 我受苦 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主啊 我愿喜爱你的话语 胜过千万经营 求你借由你的话语 天天喂养我的生命 让我知道如何行在真理中 以致讨你喜悦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二节 你口中的训言 与我有益 胜于千万的经营 阿们 天父感谢你 你的话是无价之宝 胜过千万的经营 我要追寻你的话 阿们 主啊 我要追寻你的话 你的训言与我有益 是对我是好的 是能够改变我生命的 阿们 主耶稣 是的千万的经营 算不了什么 阿们 主耶稣 唯有你的话语 才是对我有益处的 是的 主耶稣 唯有你的话 在我的生命当中 才是唯一的力量和盼望 阿们 主啊 你的话语 就是我的力量 就是我的盼望 主啊 你的话语 也比蜜还甘甜 感谢主 是的 比蜜还甘甜 神的话 是我一生的帮助 是我一生的指引 阿们 主啊 你的话胜过千万的经营 比世上的物品更有价值 你的话是无价之宝 是的 哈利路亚 是的 主耶稣啊 虽然有时候 我也会看重千万的经营 但是主耶稣 我向你祷告 是的 主耶稣 愿你的训言 你的话语 可以成为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主耶稣 这是我的宣告和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